比如说我们要做什么呢,比如说这几个小圆点我们是不是创建进去了,是吧,创建进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先把这小圆点获取到,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先做第一副的这个效果,什么效果呢,就是说点击这个点的时候,然后让这个换团片动起来,比如说我先点第二个点,这个什么呢,是不是应该移动到第二个,是吧,点第三个点怎么样,应该是第三个动过来吧,是吧,好,我们先做这个效果, 做这个效果的效果事情,现在怎么样,把这一点获取到吧,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获取的是什么,是这个点的容器吧,是吧,这个点的容器是不是获取到的,是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再把这个点获取到,能不能在上面获取啊,能不能挖一个什么呢,这个dollar point,假如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负数的,这是指每个点啊, 那么这么写吧,这个是con吧,这个把它区分一下啊,这个dollarcon,然后把它改一下啊,这个是dollarcon,放到这里就行了,是吧,放这里就行了啊,好,那么这是dollarpoint,然后把它区分一下,这个是con里面的点,是吧,我放到这里可不可以啊,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比如说是这个,点dollarpoint,point里面的li可不可以这么获取啊,放到上面行不行啊,放到上面的话,一开始这个里面是空了,你放到上面是不是获取不到啊,是吧,所以说这一句怎么样,应该放到下面来吧,是吧,这一句不应该放到下面啊, 如果说这么获取,我来谈一下它的dollarpoint,它的什么lens啊,它的lens就是那里获取的几个,是吧,好,谈一下啊,好,然后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谈出来是不是undefined了呢,undefined,这里面没有,是吧,undefined, 写着单直的啊,好,应该是零吧,谈出来应该是零啊,th啊,谈出来应该是零啊,好,再来刷新一下啊,是不是零的啊,一开始肯定是零,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把这一句写到下面来,是吧,好,我们把它写到下面来啊,写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了啊,或者写到下面也可以,是吧, 这里,是吧,好,这里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这个时候谈出来才是4吧,这个才对吧,是吧,有个顺序的啊,程序有个顺序的啊,大家记得,先把它创建进去,然后再获取它吧,才有,是不是这样的啊,才有啊,好,这个获取到之后我们干嘛呢,我们就要什么呢,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什么呢,做这个的,它的什么,点击的动画吧,这个是怎么了,它指的就是这几个小元点吧,这几个小元点吧,或者是就指的这几个小元点吧, 小元点啊,好,那么做它的动画啊,做它什么动画呢,Dollar Points,是吧,Dollar Points,然后是Click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Click的时候啊,Click的时候,然后干嘛呢,Function,啊,Function,啊,要做什么,是吧,就是要改变那几个什么呢,幻灯片的L的值吧,是吧,改变它L的值就把它冻起来了嘛,怎么改呢,用Animate改,是不是就冻起来了,是吧,好,好,那么的话,做这一步之后,我们要 要做什么呢,就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如何来动这个东西,是吧,我们要什么呢,比如说我点,往后点,比如说我点这个第二个点,应该是什么,第二品应该过来吧,第二品应该过来,然后这一张是不是跑到左边去啊,是吧,第二个从右边过来吧,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始终是我们在点这个点的时候,是不是有两个东西在切换呢,两个字在切换,一个是当前要走的,一个是要过来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一个字要过来的啊,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两个变量来存这两个值,第一个值呢,就是存什么呢,当前要过来的这个幻灯片,第二个值是什么呢,就是要走的这个幻灯片,是第几张,这样子的,好,那么的话我们来定义两个变量啊,这两个变量的话,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函数都可能都要用到啊,所以说我们定义在最上面,定义在最上面之后可以为其他的函数 就是处手共享啊,那么定义一个什么呢,挖一个什么呢,比如说是多了捞Li啊,捞Li啊,或者直接写Li也行啊,我写这个多了是,只要是什么呢,只要是想统一风格啊,想统一风格啊,捞Li也可以啊,捞Li啊,捞Li的话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马上要过来的这一张啊, 就即将要过来的这一张啊,比如说它是等于零啊,然后再定义一个什么呢,呃,perviewLi啊,perviewLi,就是要走的这一张啊,它也等于零啊,好,定义这两个变量啊,好,写一下啊, 这个是,要运动过来的换灯片,要运动过来的换灯片的什么,所影值啊,所影值,要运动过来的换灯片的所影值啊,然后是,这个是第一个变量啊,第二个变量是干嘛呢,就是要运动走的, 要运动走,或者叫要离开啊,离开的,要离开的换灯片的所影值啊,就存这两个字就行了,那么我们始终是什么呢,用这这两个字什么,做文章啊,这这两个字上面做文章啊,好,好,那么这两个字定义好之后我们干嘛呢,那么实际上是这么做的是吧,那么我们点击这个点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要点几个点是吧,那么当前怎么样,当前 这个,那么这个LowLi,是不是就等于,等于什么,当前这个DollarZ次的什么,它的什么,Index吧,是不是这样的啊,它的所影值吧,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使用一下改变这个值啊,当前要运动过来的这个,就是等于当前这个点的所影值吧,比如说我们点第二个点那么的所影值,是不是第二个点对应,第二个换灯片对应的所影值啊, 点第三个点是不是第三个点对应的所影值啊,那么所影值是从零开始的吧,比如说我点第二个,那么这个值应该是一吧,是吧,点第三个这个值应该是二吧,它这个点和上面的换灯片是一一对应的,是不是这样的啊,好,那么我为什么要存这个值呢,存这个值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就是要让这个值啊,那么把这个值改变完之后怎么样呢,我就要用一个函数啊, 用一个什么函数呢,这个函数是什么,统领的,就是所有的运动都用一个函数来做啊,那么我们只要改变这个值之后,这个函数的话,就按照这个值来帮我们做动画,是这样子的,好,那么怎么做呢,来看一下啊,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拿一个什么,木五的函数啊, 这个木五还是干嘛呢,就是来根据这个LowLI,以及什么呢,以及这个,以及这个什么呢,ProviewLI来做动画啊,然后我们把运动全部放到这个木五里面啊,放到这个木五里面啊,这个木五的话就是在下面来定义的一个木五啊,Function,是吧,定义一个木五,这个木五的话来,来做所有的运动啊,做所有的运动啊,好,那么这个木五 木五的话,它是干嘛呢,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木五怎么动,是吧,好,怎么动呢,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点击的时候什么呢,我怎么样呢,我是从小到大的点,是不是可以啊,比如说先是第一个,然后是什么呢,第二个,再是第三个,再是第四个,是吧,这么点吧,那我也可以倒着点吧,比如说刚开始我点了第四个,然后我再点第三个,或者再点第一个,这个是倒着点,是不是这样的啊,倒着点啊,那么就有两种情况,是吧, 正着点的话是怎么样,正着点的话应该是从左边过来,是吧,不是,正着点的话应该是从右边过来,从右边过来,是吧,我如果倒着点的话应该是从左边过来,这是他们的区别吧,先从小到大应该是右边过来,从大到小是从左边过来,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要判断这两个情况啊,好,那么的话,怎么判断呢,如果,是吧,如果这个什么呢, Low Li,是大于这个什么呢,Purview Li的啊,如果是大于这个的话,那么就是从小到大,是吧,好,从小到大,那么这个时候我做什么呢,做什么啊,从右边过来,是吧,从右,从右边过来啊,从右边过来的话,那么这个时候,Low Li,那么我要 做什么呢,就是把这个什么呢,Low Li是从右边过来吧,我要把Low Li对应的正常幻灯片先放到右边去吧,我不管它在右边,我首先怎么样,把它放到右边去,是吧,放到右边去啊,放到右边去怎么放呢,那么就是什么,先把它什么,放到右边去,是吧,放到右边去就是这个,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重置是多了Li,是吧,那么的话我们把多了Li 好,多了Li,然后是EQ,哪一个呢,就是Low Li,是吧,Low Li归应的这一张吧,然后怎么样,把它放到右边去吧,CSS怎么样,放到右边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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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放到右边去啊,好, 放到右边去之后,在干嘛呢,是吧,这个是放到右边去啊,放到右边去之后,它就从右边过来,是吧,从右边过来的话,那么就是,就是从右边运动过来吧,是吧,那么就是它运动过来,是吧,那么就是,呃,多了什么,多了Li,然后是EQ,是吧,EQ,Low Li啊,Low Li,然后是从右边运动过来,运动到哪里呢,运动到什么,运动到0的位置吧,是吧, 所有的元素,不管它是从右边过来运动过来,还是从左边运动过来,它最动的位置是不是0啊,当前的位置是不是都是0,你不管你从右边动还是从左边动,你都是动到0的位置,是不是这样呢,动到0的位置啊,那么就是ELEMATE,是吧,ELEMATE,ELEMATE,然后是什么呢,Left0,是吧,Left0,啊,是不是0的位置啊,Left0的位置啊,好, Left0的位置啊,然后的话,当前这一张是不是要移走啊,大约这张要移走啊,大约这张要移走啊,大约这张要移走的话,要运动走是吧,要运动走的话,那么是多了Li,然后是什么呢,Li,点什么呢,这个EQ是吧,EQ Per View Li,是吧,Per View Li移走嘛,移走的话,ELEMATE,是吧,ELEMATE移走哪里去呢,移走在左边去吧,左边去是什么呢, 就是负的760吧,Left,啊,就是负的760,啊,负的760,啊,760,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啊,好,好,那么做了这一步之后要干嘛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存一下这个值啊,那么当前这个运动过来之后怎么样,运动过来之后,那么当前的Per View,是不是等于Li了, 他运动过来之后怎么样,是不是当前这个,这个什么呢,如果是作为下一次运动的话怎么样,他这个运动过来这一张就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什么,Per View Li的吧,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说我们把什么呢,把它复制一下,就是Per View Li了,那么就等于一个Li,什么意思啊,把Li复制给他,就是强制给他,是吧, 比如说当前第二张运动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运动过来之后,第二张的话是等于Per View Li的吧,是不是啊,那么的话我怎么样,LiLi是不是,比如说是第三张,是吧,那么第三张又进来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们两个直接要交换一下啊,好,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是吧,好,这个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比如说是第一张吧,假设我到第二张啊,是不是可以啦,第二张啊,好,再到第三张,第四张,是不行啦,是吧,好,那么的话,这个是再点回来,是不是有问题啦,没了,是吧,没了,是吧,好,这个的话是他大于他啊,好,接着的话我们要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小于他的时候,是吧,好,那么在点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点是不是没变呢, 这个点是不是没变呢,点应该只是当钱吧,这个点应该只是当钱啊,那么这个好办,是吧,那么就把这个点,是吧,那么就是,就是什么呢,多了日子,是吧,呃,就是什么呢,多了日子,是吧,呃,就是什么呢,多了日子,什么呢,爱的克拉斯吧,爱的克拉斯,什么呢, 然后怎么样呢,自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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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是是这种呢,就不会把我们 manufacturer 第二个点的时候怎么样 第二个点变了吧 点第三个点的时候 第三个点变了 好 这一步就做好了吧 这一步就做好了 好 这个的话就是 反的点的话怎么样 有问题吧 好 反的点有问题 那么现在我们没做 那么这个时候写一个什么 else吧 else就是怎么样 它不大一套的时候 就是小一套的时候 是吧 else的时候 else的时候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从大到小 从大到小之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从左边过来吧 这个东西从左边过来啊 从左边过来是吧 从左边过来之后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从小 从大到小啊 从左边过来就是 LowLi怎么样 这个时候要放到左边去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要放到左边去啊 它怎么样 是不是要放到左边去啊 它要从左边过来嘛 它是不是要放到左边去啊 然后的话 这个是吧 这个LowLi 然后同样的 它要运动到零的位置吧 不管它从左边运动 还是从右边运动 它都要动到零的位置 是吧 都要动到零的位置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什么呢 它怎么样 它是不是要反正 运动到右边去啊 它从左边过来嘛 那么当前这个 是不是要运动到右边去啊 是吧 右边去就是760 是不是这样子啊 760吧 760啊 好 然后的话 它们的值再交换一下啊 一样的是吧 它们值再交换一下 好 它们的值再交换一下 然后再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是吧 好 反的点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了 没问题了吧 好 这个是不是没问题了 好 跳着点 是吧 没问题吧 啊 没问题啊 好 没问题之后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地方 就是这样子的啊 比如说 我点了这个点 我再点下这个点啊 是不是有问题了 比如说 我点一个点 是吧 好 我再点一个点啊 是不是有问题啊 啊 就是这个点怎么样 点击的时候 如果再点就有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bug 这个bug怎么解决呢 就是说 在我们点了这个点的时候啊 点了这个点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点怎么样 相同的 是吧 应该不做什么事情吧 不做什么事情啊 那么这个时候 干什么呢 啊 那么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做什么呢 如果什么呢 如果啊 依乎这个什么呢 呃 Low Li 啊 Low Li 啊 等于这个什么呢 Perview Li 啊 就是他们两个 相等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进来的时候 是吧 如果 点到同一个点 是吧 点到同一个点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让它return一下啊 return啊 好 return 好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个时候行不行 是吧 好 点击 再点的时候怎么样 不许多用吧 就是这个点嘛 是吧 再点啊 再点不许多用啊 好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好 这是这一步 是吧 这个是不是做好了啊 这个做好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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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